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维生 动员是一种两栖类动物 身长不到30厘米 全身呈白色 四肢细小 据说动员能活100年以上 但至今也未得到证实 过去人们把他们误认作是龙的幼子 动员生活在漆黑的洞穴中 它们没有眼睛 但可以通过身上的感受器来猎捕一些无脊椎动物 由于经常生活在水里 动员的皮肤特别柔软苍白 因此它们还有个别名 即人鱼 《东山经》记载 空桑山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普通的牛 却有老虎一样的斑纹 名字叫玲玲 它一出现就会发生水灾 肯尼亚林林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 雄性林林长着一对螺旋形长脚 身上长有像老虎一样的斑纹 它们会游泳 喜欢在水中觅食植物 《东山经》记载 北浩山有一种鸟 长得像鸡 白色的头 老鼠的脚 老虎的爪 名叫奇玉 也会吃人 泰坦鸟是一种巨大的肉食鸟类 高2.5米 重100公斤 泰坦鸟的翅膀上有巨大的爪 而且力量十足 这种尖钩爪可以轻松撕碎猎物 1995年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发现了泰坦鸟化石 显示它们生活在一万五千年前 《北山经》记载 玉法山中有许多潮鱼 它的样子像鲤鱼 却长着鸡的脚 吃了它可治皮肤病 红羊鱼长约8至20厘米 栖息于泥沙抵制的海区 能用胸鳍游离的鳍条 在海底匍匐爬行 分布在热带及温热带海域 中国沿海 朝鲜 韩国 日本 都有红羊鱼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银幕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